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中国加快疫苗接种 并加大对家庭的财政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呼吁中国加快疫苗接种计划 并警告称 新接种量的急剧放缓 可能会破坏经济中消费支出的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国事务负责人 博杰·Helchberger接受采访时说 按照目前的速度 为人口接种三剂疫苗将需要几年的时间 鉴于支出增长 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部分原因是家庭对感染仍持谨慎态度 加速免疫接种将支持信心 并最终支持消费 中国约有3亿7500万15岁以上人口 尚未接种三剂疫苗 单日疫苗接种率已降至每天80万以下 研究表明 在预防严重感染或死亡方面 三剂中国国产新冠疫苗几乎和MRNA疫苗效力相同 中国人口特别是老年人的全程接种率较低 这是中国坚持严格清零政策的原因之一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 在60岁以上的中国人中 只有大约64%的人接受过三剂疫苗接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 4月10对中国今年GDP增长4.4%的预测面临下行风险 3月以来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的风控措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考虑到防疫风控措施的影响 第二季度经济将疲软 虽然全国数据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风控前的水平 但在上海 IMF监测的经济活动指标仅恢复到50%左右 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 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4.1% 4月至6月GDP环比可能萎缩 这使得政府不太可能实现 5.5%左右的全年目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直呼吁中国加大对家庭的财政支持 即使考虑到4月以来宣布的措施 中国今年的财政刺激力度 也比2020年要小 他说 相对于2020年 今年已知的财政措施仍然较小 即使考虑到2020年的整体冲击 大于今年的情况